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紫的演技在90后小花当中属于什么水平? 杨紫近两年来成为了娱乐圈中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。 杨紫的演技在90后小花中属于中上水平,主要有两个原因。 一、可塑性强。 杨紫这两年确实作品不断,几乎主演的许多影视剧都能够大红。 杨紫在《欢乐颂》中的表现让观众大吃一惊,没有想到杨紫可以将 邱盈盈这个角色塑造得如此成功,显然邱盈盈和杨紫是存在差别的。 而后续杨紫也有其他的角色,她都能够塑造成功,这是杨紫的成就。 也是杨紫可以被称作好演员的原因。 一个优秀的演员什么角色都可以塑造,因为他们可以领悟到这。 各角色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出来。 杨紫在90后女演员中属于翘楚。 所以杨紫才可以拥有这么高的热度,优秀的演员终究还是会被发现的。 这也是杨紫被大家喜欢的愿意。 2. 有代入感 通常衡量一个演员演技是否优秀,可以从代入感来做考量。 杨紫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在其中。 例如大热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,杨紫在剧中刻画童年这个角色,会让观众觉得杨紫就是童年本人。 童年的可爱和聪颖都在杨紫的身上表现出来了。 所以杨紫才可以将这个角色完美地塑造,杨紫也凭借这部剧在娱乐圈中站稳了脚跟。 演一个角色就像一个,这并不是杨紫的运气,而是杨紫真真切切地付出了努力。 杨紫最终才可以做到这么成功。 杨紫哪怕到达了一个高度。 依然孜孜不倦,对于杨紫来说,可以拿下影后才是他的目标,当然人生不应该有止境。 这也是杨紫不断说服自己的话,杨紫的演技不需要过多的怀疑。 也相信看过杨紫作品的观众都能够有所体会,杨紫会越来越好的。